昨天晚上9点发现我家冰箱里什么泡菜都没了 我的心就开始有点发慌 赶紧做点辣白菜放到冰箱里 这下可舒服多了 就辣白菜吧 最好用这种黄芯的白菜吃起来就特别甜 用盐再把这个白菜至少腌两个小时 一定要把白菜把腌得蔫不垃圾的 再用清水把盐味全都洗掉 再转得干干的 就放点韭菜和辣白菜拌料就行 这个拌料里什么虾酱啊姜蒜糯米粉啥的 都给你配得明明白白的 你只要有白菜就行 有粉丝跟我说 离开盐边后就再也没有吃过苏子叶泡菜了 其实朝鲜族的泡菜很受欢迎 酱料都是用水果和蔬菜调配的 发酵后能产生大量的乳酸菌 我还听说长期吃泡菜可以治疗脱发 对于我来说好吃才是硬道理 我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 我打算做17最受欢迎的朝鲜族泡菜 如果你喜欢看 那就给我点赞吧 辣拌结梗你爱吃吗 我们这叫倒垃圾根 咱们先把结梗泡发 用盐抓个两三分钟再多洗几遍 想要结梗好吃 就用屏幕上的调料调个酱 要是你没有糖稀的话 那就多加一勺糖拌匀 记得把结梗转干啊 再加上洋葱葱花葱双和调好的酱 就这样抓不抓吧再撒点芝麻 你就能得到一份超级好吃的倒垃圾根了 我就纳了闷了 它不就是一根萝卜吗 怎么就那么好吃 不信你就用盐糖雪碧先腌两个小时 然后再把屏幕上这些调料打成泥 你看都是用水果和洋葱做的料 它能不好吃 然后再鱼露蒜末辣椒面 喜欢吃甜的再放点糖 就这酱料你别说拌萝卜块了 拌塑料袋它也得好吃啊 再放点小葱或者韭菜 冰箱里面发酵两天 搞定 上次做的辣白菜都吃完了吧 这次的萝卜块可得多做点 在我们这儿这个萝卜泡菜可是太普遍了 你只有吃到嘴里才知道它有多爽口 先把白萝卜切成块 再把韭菜切成段 用盐把萝卜块杀出水分 大概半个多小时就行 再用清水洗掉盐分 一定要转得干干的 再放韭菜和辣白菜拌料把它拌匀就行 最好要冷藏七天以后再吃 你才会知道这个拌料有多正 这个季节的萝卜你可千万别错过 尤其是这种青年萝卜 做成泡菜可真是一绝 这种小萝卜你们那儿有吗 先用斜刷子刷干净 再给它打上花刀 用盐水再泡三到四个小时 把萝卜腌软之后 再用清水多洗几遍 糯米糊都会熬吧 就用糯米粉加水 开小火搅成糊就行 再把屏幕上这些食材 加上糯米糊和虾酱 用料理机打碎 这是基本酱料 再用辣椒面 鱼露白糖什么的调个味 这个酱料能做朝鲜族很多款泡菜 你要嫌麻烦 就买这种辣白菜拌料就行 要再嫌麻烦 就买直接磨好的萝卜泡菜 回家就能吃省事 你吃没吃过朝鲜族的小葱泡菜 就是好吃还特别解腻的那种 咱们先准备半颗洋葱 加点米饭和清水 把它打成糊状 再加上屏幕上这些基础调料 蒜末和鱼露可以多加点 条件好的 再来两勺蜂蜜 搅拌搅拌就成酱料啦 再把每一颗小葱都涂满酱料 直接就能吃 或者冷藏四五天 那味道更好